Hello 欢迎回到区块链日报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Optober 暴涨10月 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帮我点个赞 订阅 分享 开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吧 今天节目主题要跟大家聊的是Optober 就是暴涨10月啊 那我们好不容易度过这个难熬的9月 那为什么会说是难熬9月呢 因为比特币历史以来呢 这个9月一向是这个表现最差劲的一个月份啊 但是我们在上个月呢 却得到了一个上涨3.91%的这个表现 所以你也可以说非常非常的不错吧 因为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呢 过去6年呢 在9月当中呢 比特币都是这个下跌的哦 那我们今天等于是终止这个连6年下跌的9月 所以也是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原本以为呢 这个9月的走势呢 应该会相对来说比较疲软一些哦 那我甚至认为这个大概率会跌到 这个2万3左右这个附近啊 但是非常非常幸运呢 这个比特币还是非常非常强韧哦 在2万5左右呢就已经触底了 那接下来呢 这个要面对到的就是所谓的Optober哦 就是这个暴涨的10月啊 那这个暴涨的10月呢 不是这个空穴来风哦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呢 这个比特币过去的历史里面呢 这个10月呢 是表现最好的一个月份啊 所以我们等于是从这个表现最糟一个月份 进入到一个表现最好的月份哦 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这个比特币 在10月当中这个往年的表现哦 那去年涨5.56% 前年39.93将近40% 三年前27.7% 四年前10.17% 五年前小小跌了3% 六年前涨了48% 七年前14% 八年前33% 九年前减13% 呃十年前60% 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很明显看到了 比特币在10月呢 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哦 那因此呢 很多人就把这个October 呃讲成Optober 就是这个暴涨10月啊 那以往呢 这个比特币在第四季度的表现呢 也是这个四个季度以来最好的 另外在这个传统的投资市场 美股市场呢 这个第四季度啊 往往也都是这个表现最好的一个季度啊 所以我们面临这个 我们刚踏入的2023年第四季度呢 我自己对于这个市场表现呢 是还是挺充满信心的啊 那我们就很快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目前的走势吧 比特币目前呢 是在27000上方啊 所以还是表现不错 但是这波回涨呢 其实我有跟大家讲过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 直到这个周线 收在牛市支撑线上方 我认为需要三到四周呢 才可以确认这个下一波的上涨趋势哦 那到目前看来呢 其实蛮明显的哦 在这个牛市支撑线下跪的地方呢 就遇到一些阻碍啊 那这个离收周线呢 已经剩不到这个四个小时了哦 那最后呢 我们就要看这个周线收的时候呢 会收在这个牛市支撑线上方还是下方啊 那我个人认为这个28000目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位啊 因为这个200周均线也是处于这个28000附近啊 所以如果比特币可以奇迹是在这个接下来三个小时左右呢 涨到这个28000左右 然后这个周线收在28000以上的话 对比特币来说呢 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信号 那最近说到比特币呢 很多人都在聊一个东西哦 就是在聊这个死亡交叉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死亡交叉是怎么回事哦 死亡交叉呢 就是这个50天均线呢 这个往下穿越200天均线 就形成一个死亡交叉 那一般来讲呢 死亡交叉是一个这个比较看雄的信号啊 但在比特币的历史以来呢 死亡交叉以后啊 往往这个市场呢都是会有一波回涨啊 这就有点像是黄金交叉以后呢 这个市场并不代表马上会开始涨 反而呢是会在中短期会有一波小小的下跌哦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死亡交叉 大概是发生在这个9月11号附近哦 那死亡交叉之后呢 当时反而是一个触底哦 就在这个24800多左右触底了 那在那天以后呢 比特币其实是有一波回涨啊 那其实也涨了将近9个percent啊 但是你说这一波涨是可以维持吗 我个人认为除非站稳牛市支撑线上方呢 这个我认为这都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反弹啊 那大概率的会在28000这边遇到一个阻碍啊 那可能最终还是要下去测试 23000这个附近啊 但是这个并不代表说这个比特币的牛市 或者这个上升趋势就被破坏了 因为我们必须知道呢 这一轮的低点呢是在15000多嘛 所以technically技术层面来说呢 这个你也可以说 他如果没有跌到这个之前的前低呢 他都还是在一个上升趋势上面哦 那我个人认为是不会那么糟糕啊 我认为这个比特币跌到2万以下的这个几率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哦 因为就像我跟大家说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贝莱德公布 他们比特币线或ETF的时候呢 是在这边大概在2万6千左右 那我在这边呢 其实也是有画一个黄线啦 那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黄线会成为一个不错的支撑哦 因为当时贝莱德公布信息的时候呢 比特币就是在2万6附近啊 所以任何时候这个价钱到2万6以下呢 我认为这边都会有一个蛮强劲的买压啊 所以总体来说呢 就是这个比特币上涨的这个空间 跟这个potential呢 是要比下跌这个风险来的高非常非常多 所以今天如果你还是两手空空的一点比特币都没有 一点exposure都没有的话呢 我还是建议你用DCA的方式 这个进到市场里面可能会好一些哦 因为现在的这个下行风险呢 基本上是看得到的哦 但是比特币的上行风险呢 是这个没有任何天花板的哦 就是没有上限的啊 所以在比特币这样的优质资产上呢 我自己是永远不可能空仓的哦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是以太币最近几天涨的是非常非常好哦 从这个区域性的底部15500左右呢 呃市也已经涨了将近8个percent了 就是在短短的这个不到一周的时间呢 已经涨了8个percent了 然后一些山寨币呢 这两天都涨得还不错 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两天山寨币涨呢 就这个追涨进山寨币里面啊 因为我个人认为现在购买山寨币呢 这个风险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哦 除非你对于某某山寨币有一个很高的信念 那你可以长期持有它的话呢 呃在现在这个点位购买任何山寨币呢 我个人认为相对来说呢 但是整体的趋势呢 我认为这个比特币的dominance 比特币的市占率呢 还是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呢 会持续的上涨哦 那我认为这个下一轮的这个大牛市 要真正开启的话呢 应该也是会有比特币带领的哦 另外以这个比特币带领的牛市呢 对于整个加密货币市场来说呢 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信号 所以我个人的策略呢 这个我DCA主要的这个仓位呢 还是在这个比特币哦 那有少量的爱达币跟一些些的以太币啊 至于其他的山寨币 像是Matic、Data、Solana、Link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已经非常非常久 没有碰这些项目了 那当然原本持有一些仓位呢 还是在 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去加仓这些山寨币了 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山寨币的策略是怎么样 现在你是跟我一样 这个DCA购买比特币、以太币 还有爱达币嘛 还是你有购买一些这个其他的小币 那等着他们这个翻百倍翻千倍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策略哦 OK那我们开始看讯文吧 第一个讯文要跟大家聊的是 美国在昨天剩下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 是达到了一个共识啊 就美国国会达到一个共识哦 暂时提供了一个45天的计划呢 是可以让美国政府持续营运的哦 那上个星期有跟他聊到这个 美国有可能进入到这个停摆的阶段啊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10月1号前 如果没有达成共识的话呢 这个美国政府很多这个政府相关机构呢 就要停摆了 就是没有钱啦 但是在昨天这个晚上9点左右的时间呢 就是在到达10月1号前的三个小时呢 这个国会是达成一个共识啊 他们是通过了一个等值16 billion的一个法案呢 是可以暂时支撑这个美国政府的营运 到达这个11月17号 所以只是短短的45天啊 那我个人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是没有太的意外啊 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其实对于市场来说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动荡 所以你也可以说呢 市场已经预估到这件事情的发生了 那又或者你也可以说这个市场 其实根本不在意这个美国政府 到底是营运还是停摆的状态啊 因为在上周影片有跟大家聊到说 这个美国停摆之后呢 股市还有这个加密货币表现呢 其实都是还不错的哦 但是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呢 都比较像是一个笑话啊 就是今天美国身为全世界最大国之一 这个GDP第一名的国家呢 却是处于一个破产的阶段啊 就是连这个政府营运的钱呢 都交不出来啦 然后在这个迫在每一节的这个关键时刻呢 只延迟了这个45天啊 就是只通过这个足够的金额 让美国政府继续营运45天哦 那这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啊 至于45天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到底可不可以得到一个 这个比较长期的这个解决方法呢 就是我们大家比较值得关注的事情哦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这件事其实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哦 因为变相你可以说呢 这个45天后呢 又会有一个关于美国到底会不会停摆的 一个FUD存在啊 那任何时候有不确定性在市场里面的时候呢 对市场都不会是一个好消息哦 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啊 是这个拜登总统昨天表示说啊 啊这个美国呢 是不能停止对于乌克兰的金颜呢 对于这件事情啊 我身为美国人呢 我是非常非常看不下去哦 因为美国现在就是自身难保的一个阶段啊 那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自身难保的国家 为什么你还要不停的拨钱 在一个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战争上面呢 那又或是这个战争 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在打 这都其实需要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啊 所以昨天通过这个16 billion法案呢 其中既然有高达6 billion是用来资助乌克兰的哦 那看到这件事情呢 我也是非常非常火大啊 因为现在美国自己本身呢 都处于一个水深火热的状态当中哦 尤其是最近几周呢 这个油价暴涨啊 现在在美国一 gallon的油呢 很多地方都已经超过7块了哦 那7块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这个在正常的时候啊 就是在疫情之前呢 这个美国油价一 gallon大概是处于3块左右啊 那现在呢是已经超过7块了 就原本你加油可能只需要加这个40块50块的车呢 现在都需要加到110块120块了 那这个对于所有美国的老百姓而言呢 一定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啊 那这个美国政府有多无能呢 就是不止在这个通货膨胀的数据上呢 他使用一些方式调整他计算的方式 让大家看到这个通货膨胀好像没有想象中的严重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你如果问任何一个住在美国的美国人 这个天天吃饭的这个消费啊 天天加油的这个消费啊 是不是有暴涨 还是向这个数据上显示出来 他们一定都会告诉你这个实际数字呢 应该是15到20个percent哦 所以通货膨胀呢 正在侵蚀的每一个美国人啊 但是同时呢 这个美国政府呢 却要给你看一个假数据 然后同时呢 把这个新增访案的这个金额啊 将近30percent都交给乌克兰哦 我个人觉得呢 美国现在这些当权者呢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但是这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啊 就是就算我今天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并不代表说这个就能改变任何事情哦 所以我们身为这个老百姓 身为普罗大众呢 我们能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看这些政府 看这些聪明资金 看这些机构 他们在干什么事情 然后去猜他们下一步是要干什么事情 然后透过了解他们思维呢 去布局这个投资市场 在投资市场当中呢 我们多赚点钱就好了 至于你说要改变美国领导阶层的人 还有这个他们做事的方式呢 我个人认为这个机会 基本上是微乎其微啊 下一个情况要跟大家聊的是 Valkyrie通过了第一支以太坊 期货的ETF 那这个期货的ETF呢 其实是有一点特别啊 因为这个Valkyrie呢 它本身是拥有一支 这个Bitcoin Future ETF 就是比特币的期货ETF 那今天它做的方式呢 只是把以太币也加进去哦 那它会以这个50%的exposure 就是一半比特币期货ETF 一半是以太币期货ETF的方式呢 去推行这个产品哦 那这个产品的Ticker Simple呢 叫做BTF 所以如果你购买BTF这支ETF的话呢 你就等于是同时得到了 比特币跟以太币的期货ETF 所以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 直接购买加密货币的话呢 购买这支ETF的话呢 就可以让你得到一些比特币 跟以太币的这个期货的exposure 但是说到最后呢 这些期货ETF呢 对于这个现货市场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啊 因为它就比较像是这个PayPal Trading吧 这个期货的ETF呢 本身也不需要持有任何的比特币跟以太币啊 所以你可以说对市场不会产生任何的买压啊 那我个人认为 我们还是要等到这个现货ETF上市的时候呢 对于这个比特币市场 还有以太币市场呢 才会有真正需要这个流通性哦 下一个先为要跟大家聊的是 Investo Galaxy呢 今天也申请了这个以太币的现货ETF啊 那他们是继这个ARK基金 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呢 应该是第三支这个申请以太币现货ETF的这个投行啊 我们下面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哦 这支ETF呢 是在9月29号被这个申请出来的哦 那目前是因为太新的关系呢 在这个SEC的网站呢 都还查不到哦 但是我觉得很明显一个迹象呢 就是除了比特币的现货ETF以外呢 这个以太币的现货ETF也有越来越多这个投行公司啊 证券公司啊 都开始争先恐后的去申请啊 那这个对于以太币未来的这个币价发展呢 也会是非常非常正面的一个信号啊 我个人认为呢 在这个不久将来以后 就是几年以后呢 应该会出现更多这个区块链技术 跟加密货币的ETF哦 那其中有可能包含了这个其他的项目啊 也有可能会是ETF呢 是会含有这个七八种不同的加密货币啊 我相信这些事情呢 都有可能在这个接下来的几年内陆续发生哦 所以对于加密货币还有区块链技术的未来呢 我自己呢是非常非常兴奋也看好的哦 下一条新闻要跟大家聊的是FTX跟SPF的事情哦 那这个FTX呢 之前在2022年的这个11月 他们破产的时候呢 当时啊是有被hack 就被盗走了很多的以太币哦 那今天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被盗走这些以太币呢 有超过2500颗以太币 等值大概是400万美金左右哦 他被转移到了另一个这个地址啊 所以你也可以说当时hack这个以太坊的这个人呢 他开始挪用这些资金哦 到另一个地址哦 那当时这个被偷的以太币呢 总共是达到12500颗哦 那等值大概是2100多万美金啊 那这个金额虽然说不太会影响到这个以太币的币价 就算这个hacker一次把这个12000多颗以太币都卖掉呢 我相信对市场应该也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真的是有点太巧了 就是FTX刚破产之后呢 没几天这个hacker呢 竟然就偷了高达12000多个以太币 从这个FTX交易所上偷过去啊 那至于这个hacker是谁呢 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啊 那在下一个新闻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今天有更多的关于这个FTX还有SBF的事情流出来啊 就是今天有新闻流出来说这个SBF呢 当时可能是处于一个这个depression的状态啊 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失落的状态啊 那当时的SBF在这个推特上呢 是写了一些草稿 那这个贴文的内容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负面一些的哦 他在这边表示说啊 I don't really know what happiness means 就是说呢 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个高兴是怎么一回事哦 然后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啊 他在下面表示说呢 他有被测试出来 他有一些长期沮丧的问题啊 然后另外呢 他还有这个inability to feel pleasure 就是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开心哦 然后最后呢 他说这个my lows aren't usually low but I generally don't have highs 就是说呢 他在过去当中呢 有经历过多次的这个人生低点 虽然说这个低点呢 并不是算是这个真正的低点啊 但他认为呢 他没有得到任何的高点哦 所以这些内容呢 听起来都是非常非常负面的啊 但这些毕竟只是他打在推特上面一些这个草稿 那至于他是不是在演戏或什么呢 这个就没有人可以知道啊 但是这件事情呢 我相信都会在明天这个FTS开庭之后呢 会有更多的细节流出来哦 那在下一页的新闻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法官啊 就是负责这个FTS破产事件这个法官呢 再一次拒绝了这个SBF 想要这个离开监狱的这个request啊 就是申请哦 那我们之前都知道这个SBF的律师呢 过去其实有尝试过两次 让这个SBF不要被关在监狱里面哦 他当时表示说呢 这个SBF如果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话呢 他就没有办法去收集一些资料 来为自己做一些辩护啊 但是这个法官当时就认为说啊 这个SBF已经拥有足够的时间了 所以就把这两次的申请呢 都直接拒绝了 那今天呢他要进行第三次的拒绝 表示说这个SBF在整个这个trial里面 就是整个这个法律流程里面呢 他都是必须被关在监狼里面的哦 然后同时呢 他是没有办法使用任何的电脑 手机或者任何电子产品哦 我还记得大家在半年前的时候 跟大家聊到这些事呢 就觉得说这个FTS破产这个事件 还要等半年才会开庭 真的是非常非常久啊 但时间就是过得这么飞快哦 那一转眼呢 就已经到达10月1号 那明天呢就是FTS破产事件 开庭的第一天哦 那到时候如果有任何这个值得 跟大家聊的消息的话呢 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跟大家聊哦 下个星期要跟大家聊的是BlockFi 那关于BlockFi呢 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 它已经处于这个破产的这个状态 蛮久的啊 在上一波牛市的时候呢 这个BlockFi啊 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公司啊 那当时到处呢 只要你上加密货币相关的网站啊 或什么都可以看到这个BlockFi的广告 那它主要就是推行呢 如果你把比特币放在上面 你就可以这个得到3.5到这个5%的年收益啊 后来呢因为三件资本破产 然后FTS破产呢 BlockFi呢也受到了波及啊 因此导致他们公司是这个申请破产保护 那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90%的creditor 就是90%的债权人呢 都已经同意了这个BlockFi的这个重组的计划 对于这个计划 就是这个钱被卡在BlockFi上面受害者 可以拿回多少百分比呢 目前是没有任何消息流出来啊 但是BlockFi应该是现在剩下最后的一家破产公司 还没有这个得到共识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之前Voyager啊 还有Celsius呢 都是已经达成这个破产的共识 那甚至是这个都已经拿回30%的资金了 今天就可以看到这个BlockFi90%的债材人呢 也对于他们这个重组计划达到了一个共识啊 那我相信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呢 应该会有更多的消息流出来 就是如果你有资金被卡在BlockFi上的话呢 你可以拿回多少percent的资产 然后是以怎么样的形式拿回来啊 那这一轮的这个交易所破产事件呢 在这个BlockFi即将确定这个重组方式之后呢 应该终于可以划下一个尾身啊 就是在这些交易所上的受害者呢 都至少可以拿回这个一定百分比的资产啊 所以相对来说呢 也是值得欣慰一件事情吧 今天最后的新闻要跟大家聊的是 巴西即将推动出一个blockchain based digital ID 就是使用这个区块链技术的一个虚拟身份证啊 关于这件事情呢 这个Cardano在非洲呢也是如火如荼的 在进行这个虚拟身份证的事情啊 但是今天呢巴西就抢先一步啊 那一开始呢会有三个州呢 使用这个虚拟的身份证啊 那总共的这个尝试的人孔呢 是高达214million啊 就是高达了2.14亿的巴西人呢 会使用到这个虚拟身份证啊 这个虚拟身份证呢 会透过一个这个私人的区块链呢 去记录这些东西哦 这个私人的区块链呢 是由这个sirpro去开发出来的 就是巴西自己的这个全国资料库的一个服务啊 他们推行出来这个区块链技术哦 但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南美第一国呢 这个巴西呢 即将使用区块链技术 推动他们的这个虚拟身份证系统啊 但是今天呢我相信90%的人呢 都还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未来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潜力啊 所以今天如果你就在看我节目 就在研究区块链技术的话呢 我们一定会成为这个板块的先驱者哦 那今天新闻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啊 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帮我点个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明年见啦拜拜 by bwd6